洪秀泉死了 在1864年的7月3号这一天 清军攻陷了天津最后一个要塞 地宝城 地宝城距离城根只有十多帐 虎距太平门外 孙国泉利用地宝城居高临下的地势 是边发炮轰击 一边挖地道工程 光炸药就运了好几千斤 电着火之后轰隆隆天崩地裂的爆炸声 城墙被炸塌了 浓烟还未散尽 清军是蜂拥而入 右天王洪天贵在城楼上看到厮杀的场面 把这个十六岁的孩子吓得腿都软了 李秀成有打太平门出来寻找右天王 干嘛 该走了 城守不住了 一见右天王手足无措 然后命人给找了一匹马 这回来不及挑宝马粮居了 给右天王找了一匹猎马 右天王骑得马上眼 看那马都要快在那了 李秀成一着急把自己那匹强壮的宝马送给了右天王 李秀成带着右天王闯了几处城门都被人给挡回来了 天已经到了出京时分了 赶等黑起来之后 他们换上了一身清兵的服装 从太平门被炸开的缺口那块逃了出来 随后跟着一大群文武官员一千多位吧 城内的太平军浴血奋战 是宁愿自杀自焚 也不肯投降敌人 清兵呢 借着搜捕逃犯为名是见人就杀 见物就抢 还到处放火焚烧 大火是七天不灭 繁华的天津城是荡然无存了 化作的是一片残垣断壁 胡布兰肯的瓦礼场 一片土一外景象 1864年7月19号 天津完全陷落 李秀成知道没有时间考虑自家老小的安全 他只顾保护右天王 洪天贵是冲出了重围 这位右天王 原名就叫洪天贵 后来洪秀全给他这个名字后边又加了一个福字 全名就叫洪天贵福了 期盼着自己这儿子是既贵又有福啊 博学多能的那位干盲红人干 曾经对别人提过 说这个洪天贵福啊 很聪明 刚看完一行书 就能够墨背出来 有一次自己跟着幼主一块看书 自己刚看完一行 幼主都看了三行了 说明这孩子聪明好学 洪秀全称天王之后 不是立这洪天贵福为幼主了吗 自1860年起 洪秀全就以年方十岁的幼主的名义处理政务 凡是建军 社官 兽职 封爵等等 都由幼主下诏施行 幼天王在天经最危难的时候四位 登基后第44天 都城就被清军占领了 冲出太平门缺口之后 李秀成把部队是一分为二 前队保护洪天贵福挤走 他带领后队是堵截追兵 清军的骑兵追了上来 后队人马大都战死了 李秀成跟幼主也被冲散 李秀成那马不是给了幼主了吗 他这匹马是列灯马 赶不上大队 也迷路了 习得糊涂的 随着人流 他来到了天津东南的方山顶 在一座破庙里边藏身 靠着墙根 他是半躺半坐 蒙蒙隆隆隆 听见有人说话 可不李秀成吓着了 战身就跑了 随身带的包袱也顾不得拿了 那么谁在那说话呀 上山来的是住在山下的农民 听说天津城已经被攻破了 跑了好像有钱的人 估计这些有钱的人 要么冲出去了 要么就在鸡脚杆拉躲着 咱们那要能把他抓住了 就能发财呀 所以这些农民三五成群 上山来搜寻 李秀成跑不多远 就被追上了 众人让他交出钱财 放你生路 敢当仔细的不一向面呢 呦 大伙全跪起来 这不是中王啊 认出来了 李秀成带着众人一块 转回破庙 接着在那歇着吧 这本想把这财物给大家分分的 没想到 那财物找不着了 李秀成跑的时候 没来及拿包 众人追的时候 也不知道包在哪 赶等回来的时候 包找不着了 被另一拨拿走了 李秀成 一看没有办法 咱们全没有钱了 大伙一看 您是太平军的大人物 为了保证活命 您是不是 也把头发剃了呀 咱们留得青山在啊 李秀成还不答应 众人一听 中王 官兵沿途设了 关卡盘查 您这样肯定 逃不过去啊 李秀成想了想 不 我身为天国大臣 国破主王 若不能逃走 大不了一死而已 剃了头出去之后 难以面对天国军队呀 这种人一块拉着他的手 拉着刨筋 死死相求 你一定得剃发 最后 勉强算剃了头了 这刚剃完头 正打算怎么逃走呢 山下的清兵就来了 分李秀成包裹的那些位 把清兵引来 抓住了李秀成 押戒到了 曾国权的大营 曾国权是曾国藩的兄弟呀 一看李秀成被押来了 可把曾国权乐坏了 都没等把那官衣换齐了 穿着短衫 就来审讯这李秀成了 曾国权痛恨李秀成啊 为什么恨他 你死守天经 害得我死了多少弟兄啊 乡军死了不少 应该说攻打天经城 人家乡军也是损兵折价 所以这曾国权是大把李秀成啊 手拿锥子 就在李秀成这大腿上猛扎呀 他为了解恨 李秀成被五花大绑 也没法反抗啊 血流如注 但是李秀成 一点也没有求饶 反而是挺身之力 高贺曾国权 曾九 曾九 曾国权行九啊 你何必如此呢 你我各扶其主 心灭无常 今天你侥幸得逞 就发起疯来了吗 说的曾国权一想 也是这事啊 就这样 命人先把这李秀成压起来 派人去审问 自己不能问了 咱们一问就想把李秀成杀了 你们去问问 他为什么不早降 李秀成告诉审问自己的官员 朋友之意都不可遇 何况我是受了爵位的人呢 审讯官就问他 那你有什么打算呢 两个字 死耳 曾国权一听 他不想死吗 行 派人特制了一只大木龙啊 把李秀成 关押在木龙中 生怕他跑了 七月底 曾国藩文讯 从安庆赶到了南京城 他比这九地 曾国权有涵养 有心计多了 吩咐 把李秀成带上来 当李秀成带着镣铐进来的时候 曾国藩故意多看了半天 把李秀成给看毛了 怎么回事啊 李秀成下意识端向端向自己 就见曾国藩 口气怜悯 一声叹息呀 哎 可惜呀 可惜 你这个人节 没能及早遇上知己 才落得今天 这步田地 实在是 可惜呀 哟 就这一句话 说得李秀成是泪如雨下呀 一改初衷 也不再提什么 只求一死了 贵岛 承认自己全错了 这算投降了 打这儿起开始写供词啊 摇打七月底开始写 陆陆续续 写了快十天呢 一共写了五六万字 曾国藩 每天晚上 索取他当天的书写量 就去阅读 那接着第二天续写 曾国藩就续读啊 这份 李秀成的字述 没能写完 曾国藩已经听说 北京下了赵命 要求借李秀成 到北京 在赵书 没到达之前 曾国藩 权衡利弊啊 到底让李秀成 活得到北京 还是在这 我先把他杀了呢 看李秀成 这字述 写得够可怕的 多次 在字述书中 劝曾国藩 自立 取代清王室啊 这一旦传扬出去 于我不利啊 曾国藩下令 没等皇帝那赵指道呢 先把李秀成给杀了 以此 省去诸多麻烦 就在1863年冬天 南京城最为紧张的时刻 周边的几个要塞 相继失线 城里粮食紧缺 那位天王红仁干干嘛呢 红仁干也在发愁 洪秀泉临终前 天天不是念叨吗 这天兵天将 前来解救 这跟说梦话一样 哪来天兵天将 只能跟这兄弟 红仁干商量 就算是脱孤吧 他让红仁干肩负起 扶持诱天王的重担 红仁干当时是百敢交集 痛哭流涕呀 以军事的身份 离开天津城 去寻找兵员解围呀 所以天津陷落的时候 红仁干在外面 他历经丹阳 长州湖州 可是驻守在外地的各路人马 都不听他的命令 他们是拥兵自重 要么借口缺乏粮食 不能来援助 红仁干苦口劝说 没有人能前往南京秦王 最后红仁干 只好暂且徘徊在 安徽广德一带 等候时机 统治三年的六月 太平天国的国都 南京也就是天津城 实现了 幼天王 不是骑着李秀成的马逃出来了吗 他突围到江苏 立水东坝的时候 被红仁干知道了 红仁干立即派队伍 从广德走出来迎接他 保护着幼天王 回到了广德 不久 不久又由胡州首将 黄文金 迎入了胡州 当时胡州 有来自江浙 太平军一共二十多万 在江西呢 还有世王李世贤 将近三十万人马 红仁干跟黄文金 这么一商量 决定放弃 胡州 西进江西 和世王李世贤 重整基业 合并一处 同年八月 红仁干跟黄文金 保护了幼天王 就巡路 往西行进 沿途遭到敌人的前赌后追啊 九月 黄文金病重而亡 部队遭受挫折 有的战死 有的逃散 也有的叛变 本来是二十万人马 等进入江西的时候 连一万人都没剩下来 是士气低落啊 而且还经常发生内讧 有一次 军中的广东籍 跟两湖籍人争夺战马 红仁干前来调停 都不能生效 可想这矛盾多冲突吧 十月初 到达了江西石城 杨家牌 就要上几千人啊 经过日夜奔波 是疲劳不堪 就此 班扎过夜吧 当天晚上 清军翻山偷袭啊 太平军惊慌失措 是全部溃败 红仁干跟右天王 红天贵府 做了清军的俘虏 红仁干被抓之后 在敌军大营做陈述 他很快被押送 到了南昌城啊 江西巡抚 沈宝珍是亲自提审啊 做了笔录 还写了笔贡 这份笔贡 以第一人称写的 笔贡记录了太平天国的兴衰 抒发了红仁干 对太平天国曾经的理想 以及对红天王的敬佩 表达了自己的理念和心态 沈宝珍为了核对 南京的李秀成所做的 供词的正确性 还让红仁干 看了看曾国藩搬印的 李秀成口供 红仁干看完李秀成的字述之后 做了批驳呀 指出李秀成过多指责天王 红秀全跟他的家族 说明李秀成 私心太重 是红秀全 用人不当啊 在牢笼里 红仁干是深感愧疚 他想到 当他被抓前 夜宿扬家牌的时候 是因为自己疏忽啊 当时右天王曾经说 官兵今天夜里会来打仗 一个十六七的孩子 给他提醒 他认为官兵追不到这 没想到 半夜里 清军就翻过山来 以至于全军覆没呀 现在后悔也没用了 红仁干早把自己生死 置之度外 他在供词中说 要学当年的文天祥 欲每读其史传 及正气歌 未尝不三叹流涕 我一读到文天祥那首诗啊 我就感叹而泪流 红仁干终于被送上刑场 在就义前 写一首绝命诗 林中有一语 言之心心畏 天国虽轻蔑 他日必复生啊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 终于落下了帷幕 剩下的将领 还有那些分散的部队 形成了对清王朝 打击的另一股力量 碾军啊 碾军战略中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口号 就是要在奔跑中 打垮青腰 他们采取的是打运动战 大踏步的退却 趁敌人不备突然杀毁马枪 也有人管这家打圈圈战 退出来再兜回来 有时候在一个地区打转转 趁着对手疲惫 他们忽然围攻 如果对手过于强大 那就忽然撤退 是化整为零啊 此时 奉命攻打碾军的 是著名的蒙古亲王 森格林沁 森格林沁 虽然说装备精良 但是也没少了吃免军的亏啊 弄得军心沮丧 事无斗志 在追赶免军的过程中 是胖的便瘦 瘦的脱死 活活累着 森格林沁连吃败仗 他就在纳闷 怎么就找不着免军的主力呢 这碾军算摸透了森格林沁的用意了 有意跑在他前头几十里 引诱他追赶 森格林沁 率军是拼命紧追 命令将士们 把几天用的干粮背在身上 行军中是边走边吃 他自己是快马加鞭 因为拉马那缰绳时间长 手都麻呢 他只能用布袋绑住胳膊 连接在肩膀上驾驭坐鞭 那手拽不过来了 有时候实在累大劲了 下马喝两杯酒 提提神 是接着再追 1865年5月17日 森格林沁追到了山东河泽 听说免军主力 就在城西的高楼寨屯渣 他高兴极了 命令曹州知府 立即准备好 五百头肥猪 五百头肥羊 打算歼灭年军主力 归来后 是犒赏三军 好好吃这么一顿 这个骄横的 科尔沁亲王 哪里曾料到 年军就在这高楼寨 布下的是天罗帝王 就等着他送上门了 第二天凌晨 森格林沁跟他的六千骑兵 两万四千步兵 其中还有总兵陈国瑞 带领的五百孩儿军 这什么孩儿军呢 就是全副的来福枪配备 如同黑云催城 向高楼寨杀来 所谓红孩儿军 那指的是装备精良 英勇善战的生力军 年军在高楼寨南面的 谢元吉小村是整个待战 一看敌军杀到了 人家故意装作打不过 且战且退 一个时针之后 森格林沁的部队 步步深入进抵高楼寨 这高楼寨是一个大村庄 赶等进入高楼寨包围圈之后 从大村庄里边 杀出三标人马 中间是步兵 左边是人化帮的蓝旗 右边是张宗宇的黄旗队 森格林沁急忙分三路迎战 但是因为两军紧靠 骑兵冲阵毫无威力 洋枪洋炮因为距离太近 也难以施展 这时候埋伏在村外 外堤 柳林深处 成亲上万的碾军将士 从后面抄过来 森格林沁军队很快就被打了一个落花流水 他的骑兵 几乎是全部丧尽 森格林沁整顿失散的人马 在一个小堤坝的后面 富于顽抗 念军还债助磊 是变凿长豪 在秘密的柳林里 埋伏着是最精锐的蓝旗马队 当天夜里三惊天 森格林沁 趁着茫茫夜色 凭借着装备精良的 五百红孩儿洋枪队的火力 冲过了长长的战壕 他想突围 等他靠近柳林的时候 埋伏着蓝旗马队 是一跃而起呀 蓝旗马队 多以长矛为兵器 这种兵器 当地馆叫苗干呢 是用一丈几尺粗细均匀的青竹 在竹子顶头 安装利刃 就这么长的利刃 你想想 有点杖八舌矛那尽头 五百红孩儿遇到他 就跟那竹竿挑青蛙一样 只要是扎到肚子上 没一个能活的 挑起来 呱就摔地上了 碾军这一战 大获全胜 最后 减点战果 看看 杀了多少当官的 俘虏多少当兵的 就这么一查 光清军将官的 顶在花铃 就装了几十筐 其中有内阁学士全顺的双眼花铃 总兵官和剑熬的单眼花铃 但就是没有亲王森格林沁的三眼花铃 当时手下几员大将很焦急啊 森格林沁哪儿去了 这时候有一个童子兵 挑着一顶三眼花铃 奔到近前 这小战士也叫十三四岁 你打哪找来的呀 他这么一说大我才明白 当天晚上 这十三四的小战士 随军冲杀 看见有一个当官的 要他站马上掉下来了 亮亮呛呛 躲进麦子地 这小战士跟在后面 趁那官员不备 用刀把他给戳死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官员 就把这当官的帽子拿回来 大伙一看 戴这种高贵帽子的只有亲王 而在这一次 追击的清军之中 唯有森格林沁 能戴这种级别的帽子 说明森格林沁死了 这一仗 碾军威名大胜啊 缴获了五千多匹宝马 自己的队伍壮大了 清王朝的亲王都死了 老百姓把这碾军都传神了 说上一次看碾军马队奔驰 有二十里 这队伍都没有断六啊 碾军像一条巨蟒一样 穿插在中原大地 清王氏也是拿着没办法 只能继续调集兵力 随后追杀 就在洋人入侵 太平天国起义 碾军 东挡西沙 南征北战的过程中 这来自内部跟外部的双重压力 使得清王氏中那些 有远见的大臣们 深深的认识到 必须改进了 要不惜一切代价 学习洋人的先进科技 以此改换头脑 改变意识 富国强民方能摆脱困境